大家好,我是娜娜 这个北京现在在疫情之下 石井山也出了一例 就在石井山的京西商务中心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镜头正对着的那个方向 那几个玻璃楼 塔标边上有几个玻璃楼 那个地方就是北京石井山区京西商务中心 那儿现在是处于管控状态 给大家看一下 我家离那儿不是特别的远 那儿那儿是京西商务中心 这石井山的这几年的变化呢 其实挺大的 然后看一下 咱们往南转 现在镜头正对着的是西边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高塔的后边 那个灰色的楼 那是新盖的一些商品房 均价也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均价也是在五万到六万左右 五万五到六万左右 是网上的报价 这几年这边的变化特别的大 这还正建着 好像是要建一个什么处理厂 这边就是衙门口的回迁房 衙门口回迁房 衙门口回迁房的南侧呢 就是连石路 这个我现在站在这个铁道这个位置啊 大家看 从这儿看啊 拉近 顺着这个铁道 拉近镜头之后 可以看到有来回过的车 那边呢 就是连石路啊 大家看 这儿呢 就是荣景城小区了 荣景城小区二手房的房价是在六万五左右 我也是在网上查了一下 在六万五左右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 现在正对着的这个方向啊 那边呢 就是 就可以看到五环了 然后这边呢 就是八角 然后那边是金盐饭店 这边的房子也是 这边也是前些年新盖的一个 什么叫什么房呢 这保障房吧 两线房啊 什么房之类的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小区啊 新小区 这边离锅炉厂 这边离锅炉厂挺近的 再给大家转一圈啊 看吧 这边有塔雕的那边 那边就是京西商务中心 然后这边新盖的这些房子 这个位置 这就是新盖的一些商品房 六万左右 均价 五万到六万 然后这边 衙门口 回仙房 荣景城 从这儿啊 还是可以看到五环上的车的 大家看 从这儿就是可以看到 这边路上走的车 就是五环上门的车 我前两天发了一个 这个十九山北西安的那边 回仙房 然后说了一下 北西安 回仙房 边上有一个小区 增加 呃 是商品房 叫做中海环宇天下 那呃 那边的房价 我 以前在网上看是在七万九左右 嗯 然后就有人说我 呃 说我什么 造谣啊 说我是房产公司的呀 其实不是啊 也不是我造谣 也不是 我也不是房产公司的 我也不买房 我也不卖房 我就是 说了一下那边的房价 在网上看了一下 呃 看 给大家看了一下 十九山那边的变化 呃 好多人就说啊 那个 呃 造谣 确实十九山 呃 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 而且我那天拍的视频呢 也是一个 就是北西安街上的一个视频 你说 要是说房价 我 我说错了 或者怎么着的 街景我造不了谣吧 街景我肯定做不了假吧 然后那个 就说 说我造谣啊 说我怎么着的 其实这个房价 我 我有什么可造谣的 是不是 现在十九山的房价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呃 十九山 那个 北西安那边 中海 环宇天下 大家都可以查一下那边的房价是多少 是不是在七万左右 七万到八万之间 啊 大家都可以查一下 这个我也没必要说谎 我也不是卖房的 我也不是卖房 是吧 而且这个街景我造的了假吗 我不能说我现在是在河北待着 然后我把河北的街景改成那个北京的街景吗 是吧 我也不能把北京的街景改成河北的街景吗 这个肯定是说不了谎的 所以还有人说我说谎 说这个谎一点必要都没有 我也不买房 我也不卖房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十九山的这个房价 高的地方确实都在七万多到八万左右 然后便宜的像容景城的二手房还在六万左右呢 行了 这个视频咱也不说别的了 就预祝实景山的疫情早日结束 北京的疫情早日结束吧 中国加油 北京加油 十九山